二轮秀的成才力远不如首轮秀,因为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,会存在一些缺陷。 此外,在各支球队中他们得到的待遇也是完全不同的,不过在NBA历史上也出现过许多伟大的二轮秀,比如吉诺比利等等。 那么在当今联盟中,又有哪些出色的二轮秀呢?他们若组成一队是否能挑战联盟,夺得总冠军呢? Top10,以萨亚托马斯小托马斯是2011年二轮30号秀,也就是60位新秀中最后一个被选中的。 他身高只有1.75米,体重也仅为84千克,这样的身体条件,好像很在联盟生存下去。 然而小托马斯却是一位不服输的家伙,他不断挑战命运,提升着自己的极限。 在2016到2017赛季,他打出场均28.9分的表现,并且入选全明星。 尽管上赛季,小托马斯的表现很糟糕,担心赛季,重新拥抱健康的他,仍可以成为绝金队的大杀器。 TOP9,哈桑·怀特赛德 怀特赛德是2010年二轮三号秀,生涯初期,怀特赛德就跟大部分二轮秀一样,过着不停流浪的生活。 期间他甚至还跑到中国淘金,2014年他被热火重新打回NBA,从此开启了一段励志,不贫乏的职业生涯,并且成为当代一流的护框型内线。 TOP9,路易斯威廉姆斯·路威是2005年二轮十五号秀,大气晚成的路威在上赛季打出了抢军二十加的表现,是快缠队中。 最吻,定的德班火力点,需要注意的是,他上赛季扳演角色仍是第六人,可他的表现已经可以达到核心级别了,从他过去的履历能够看出,路威是一位可以倾合任何战数体系的家伙, 他的眼里只有篮筐 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 只要你给予他足够的信任 他就可以完成得分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板凳废徒 Top 7 哥兰·德拉基奇 德拉基奇是2008年二轮17号秀 是一位来自斯洛尼亚的空位 他成长于太阳 成名于火箭 在他第二次重返太阳时 德拉基奇终于成为场军二师家的明星几空位 之后转战热火 成为了球队雷达不动的首发一号位 在维德2016年离队期间 德拉基奇就是这支球队的核心 球场大脑 Top 6 保罗米尔法普2006年二轮17号秀 Top 5 德安德烈小乔丹2008年二轮五号秀 Top 4 克里斯米德尔顿 德尔顿是2012年二轮九号秀 他的名气 可能不如身后的几位 但他却是几年参生速度最快的球员 2016到2017赛季 他因为伤病仅出战23场 但在上赛季 伤欲复出后的他 开始全面爆发 打出了场军20.1分 5.2个篮板 4.0次助攻 1.5次场断的数据 更加关键的是 米德尔顿的效率极高 他在季后赛7场比赛 不仅可以得到24.7分 6.1个篮板和3.1次助攻 两项投篮命中率分别到达59.8%和61% Top 3 德雷蒙德格林格林是2012年的二轮五号秀 是被勇士选中 经由科尔之手挖折出来的 在勇士四年三关的道路上 格林的作用不言而喻 在杜兰特还被加盲勇士之前 格林就是这支球队的攻守核心 战术的发起点 只有格林发挥出色 他们才能轻松赢球 他也是目前这群二轮秀中 成就最高的 Top 2 马克加索尔小加索尔 是2007年二轮18号秀 是当今联盟里技术最出色的中锋之一 他有身高有块头 能进功能防守 技术细腻 有投射和侧应能力 是当年铁迅辉雄的电击人之一 如今的小加索尔 依然是这支球队的领袖 Top 1 尼古拉约基奇约基奇 是2014年二轮11号秀 由于他晚一年登陆NBA 所以他现在的球连只有三年 尽管荣誉上他什么都没有 没入选或全明星 也没有入选或最佳阵容 新秀阵容不算 更没有获得过总冠军 但要知道 约基奇今年只有23岁 他的未来拥有无限可能 上赛季 约基奇打出场军18.5分 10.1个篮板和6.1次助攻的全面表现 投篮命中率50% 三分球命中率39.6% 凭借这样的表现 约基奇在修赛期得到了一份5年1.48亿美元的顶线许愿合同 显然 在不远将来 他会成为联盟中最优秀 全面的大个子 这是卫尔伦秀 有五位是球队核心 分别是陆威 德拉基奇 格林 小加索尔和约基奇 他们用自身的精力告诉所有人 即便是不被外界所看好 但只要自己不放弃自己 就总会有出头之日 什么全明星 顶星 总冠军 一切皆有可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